大家好,欢迎收看东网点评,我是仙迪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领袖 上星期四高调到访乌克兰,表达坚定支持立场 俄罗斯突然减少天然气的输送量 令德国全国上下大为紧张 节能成为全民运动 外界担心俄罗斯会停止向德国输送天然气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基组维修为由 上星期四大幅削减北溪一号线的天然气输送量 影响片及全欧 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都受到影响 以德国为例,输送量整整预减六成 俄罗斯方面说,西方制裁令需要维修的基件滞留在加拿大 俄国驻欧盟大使透露 北溪一号输送天然气可能很快就完全中断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谴责今次减攻是政治决定 指控俄国只不过是找借口 目的是挑动欧洲社会的不安情绪 并推高能源价格 也有官员认为俄罗斯减少输气是警告信号 如果俄罗斯连续数周只通过北溪一号供应四成的天然气 德国就会出现问题 当局呼吁民众和企业减少消耗能源 以便为冬季公园高峰期处备足够能源 有文调显示,高达七成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力行節约能源 例如小开车,减少用电器 中欧国家冬季长达半年 家企几乎日日开暖气 为了减少用天然气 有六成民众愿意在今年冬天 将室内温度调低两度 忍受生活的不变 德国大部分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 面对俄罗斯削减天然气供应 关外能源转型仍要等较长时间 外界担心德国将在冬天爆发能源短缺危机 德国传媒报道 欧盟正计划与以色列以及埃及 达成天然气协议 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欧洲当年对俄罗斯天然气高度依赖 莫斯科将能源当成是施压的筹码 近期部分欧洲国家提早出现酷热天气 令用电需求飙升 必须买入更多的天然气 令各国对能源问题更加头痛 好了 今集就讲到这里 多谢收看